东北财经大学位于海滨城市大连 地处国家及风景区大连市新海公园西侧 临近大连理工大学、大连海市大学、东北大学等高校 整个校园由主、府两个校区构成 总占地923亩 其中主校区占地829亩 以龙江路为界分南北两个区域 南区616亩以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为主 北区213亩以学生生活为主 府校区占地93亩 归职业技术学院独立占有 学校现状 东北财经大学时间于1952年 建校50年来 学校共为国家培养的全日资本专科生4万4千人 博士、硕士研究生2200人 成教毕业生3万4千余人 是国家培养财经管理人才数量最多的大学 学校拥有三个国家级和七个省部级重点学科 在2007年中国大学评价编制的2007中国大学社会科学100强排名中 名列第29 在教育部学位中心07-09年全国学科排名中 东北财大的应用经济学排名第6 本科生教生 第一 十年来 东北财带在琉林省的教生录取分数线 一直高居全省高校前三名 2002年 2005年 位居全省高校之首 第二 对王阶生的录取政策 王阶生跟同阶生是同等待遇 第三 体检要求 根据工作性质的要求 肝炎病原携带者不宜就读旅游管理专业 涉满者不宜就读会议学和财务管理相关专业 第四 被学校入学后不能调整专业 但学生入学后可以辅修第二专业 日门专业 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三个 产业经济学 财政学 会计学 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培育学科一个 数量经济学 一级学科省重点 学科四个 理论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商管理 二级学科省重点学科二十一个 政治经济学 政治思想史 经济史 西方经济学 世界经济等 国家特色专业三个 会计学 金融学 工商管理 就业情况 十年来 东北财经大学毕业上的就业率 一直在95%以上 在形象管理部门与事业单位 先后走上省部级领导岗位的有数十人 走上市 厅级领导岗位的有数百人 在中央 与各省的财政 金融 及其他经济管理部门 均有东北财经 毕业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十万余名校友的成才成长 已成为东北财经大学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延迈之源 时速条件 学生宿舍一律实行公寓日 学校有公寓楼27座 宿舍多为四人间 另外也设有六人间 其中四人间宿舍带有卫生间 其数件 公寓费 六人间的为 一千元每年每年 四人间的为 一千二百元每年每年 学校食堂在2004年到2005年 连续两年度 被大连市卫生局评为 食品卫生管理A级单位 饮食服务中心所属学生食堂 自2002年至今 一直被评为辽宁省高等院校标准 文化食堂 学生不仅能吃到大连的海鲜 还能品尝到18大菜系的 美味佳肴 和不同地区的小吃 充分体现了东北财经大学 独有特色的校园饮食文化 附近景点 黑石教 大连自然博物馆 圣亚海洋世界 新海公园 大连现代博物馆 住民校友 财政部前副部长 中国会计学会会长 石海斌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 唐双林 国家审计总署 副审计长 董大宋 中国人民银行 总行副行长 溜听话 宇宙